将战术运用到极致的战队是怎样的 他们会不舍难以辨别的陷阱让敌人跳 随后不战而屈人之兵 就算是陷入到了不得不战的情况 却还有更加强大的后手让敌人感到绝望 这是一场来自主角队和统力学院的对战 地图则是幽暗城堡 这一次统力学院站进了天时地利人和 这对于他们不舍陷阱拥有极大的帮助 但主角队为了找到敌人 他们还是硬着头皮进入到城堡里面 下一秒 敌人立马便在阴暗中开始发起攻击 爆炸直接炸穿了地板 让三名队员中的两人掉到了地下室里面 让他们的力量被分割开来 而这只是敌人计划的第一步 他们开始对落单的星野学姐发起攻击 好在他反应迅速还是躲开了 星野为了找到队友 很快找到了另外一条能够通往地下室的道路 可不曾想 敌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在道路上提前布设了大量的触发炸弹 但随着炸弹的爆炸 星野想要离开这里的通道也被纷纷炸塌 无法与队友会合 而调到了地下室的男主与幽马 也同样找不到一个出口离开这个地方 突然三个敌人通过狭小的洞口进入到这里 他们使用了特殊的装置 能够把二人给困在一个重力场里面 让他们浑身上下重得无法动弹 幽马的闪电高达好不容易抬起枪口反击 结果打出去的射线却被敌人轻易的吸收了 面对如此窘境 男主的燃眼高达开始积蓄力量 想要打破困局 可他的力量还没聚集起来 便被无情的吸收走了 敌人也没想着跟他们在这好时间 三人同时对他们进行急火歼灭 危急时刻 幽马便牺牲自己帮助男主挡下大部分的攻击 以此争取时间等待新野的救援 事实证明他们的等待是值得的 新野学姐不仅没有被上方的定时炸弹炸死 反而是找到了他们出入的狭小通道 也成功来到了地下室 解救被困的队友 面对新野凯旋高达的冲击 敌人部下的陷阱终于是被打破了 两名被困的队友也成功恢复了自由 男主抓住机会 就要使出必杀技灭了这三个诡计多端的家伙 可没想到人家并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们布设的陷阱虽然没有成功 但却还有逼方案 他们的机体开始主动的分离开来 随后又一块块的重新拼凑在一起 三合一从SD高达变成一个巨大的高达 名为史奈巴龙吉了 再继续 爸 acqu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